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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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可以消除罪业一千解 所以各位在今天六载日十载日 来到慈礼堂 受慈八戒者先当小聊八戒名题 次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 然此八戒名曰八冠灾 观者金碧之意 唯金碧八事不放故 灾者其意 以过中午不时为灾体 外在八事著成内在清净灾体故 由其八事与灾体共相之时 又名八知灾法 须知灾一名戒佛所自定故 戒一名灾其身口意三业故 最重要是这四个字 其三业故 以身业旗则无慧恶 今天我们的身体绝对不要杀身 偷盗 淫欲 爱染 不但如此 我们今天的身体做医工 拜佛 利益众生 第二个 口业旗则无诸过失 我们的嘴巴 什么时候会造业呢 当我们骂人 骗人 说人是非 讲没意义的话 那就再造口业了 今天我们绝对不如此 我们的嘴巴念佛 诵经 持咒 讲佛法 关心 慈悲的语言 给别人听 什么叫别人 各位今天你回家你就有家人 你要跟你家人 不要再试试念 念不完的 那么你要去称赞他的优点 所以你要去鼓励他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今天守八关宰戒 我看到我老公要赶快跑 那你错了 大乘的八关宰戒 也不一样 没有污染欲望的爱 慈悲 所以呢 你要好好的跟你太太 跟你先生说 哎呀我好关心你 我好疼爱你 希望你快乐 我为你去守八关宰戒 功德回向给你 希望你打麻将赢钱 所以基本上 因为你是守八关宰戒 他打麻将 是他的事 但是你不要为这个儿生气 所以你还要回向给他 让他觉得 老婆祝福我 做什么都赚钱 所以他赚了钱 他拿来报答你 感恩你 疼爱你 所以我想各位呢 执着会造成痛苦 八关宰戒 叫我们学习放下 但是放下不是放弃 是没有污染 没有执着的 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儿女 所以特别现在 能够守一次八关宰戒 把旧的一年的恶业 消除掉 所受戒的功德 发愿在新的一年 得到幸福健康快乐 帮助别人 有一颗温暖 没有恨 没有抱怨的心态 讲出来的语言 多好听啊 所以各位 练习看看好不好啊 讲好听的话 来 跟我练一下 讲柔软语 讲和和语 讲真实的语言 讲关心的话 好不好 不好 脱去疼 要发愿哦 我们受戒 而不是说 不要跟我说话 我们两个阿弥陀佛 那你这个人 好酷哦 没有感情哦 学佛就要开始 爱众生 爱家人 你不好 我照爱你 你打麻将 我爱你 所以就是如此了 所以那天 有个男众 问我一个问题 看他很诚恳 结果他说 师父 我实在很爱我老婆 我说那很好啊 但是我外面 又有一个老婆 那我说 那不太好了 然后他又说 又生了一个十岁小孩 哇 大屌了 然后我就问他 你老婆知道吗 不知道 那我说 怎么办 所以我很亏欠他 我真的对他很好很好 他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知道 我说 无论如何 这是你的因缘吧 古时候的男人 也不是结一次婚 古时候有钱的男人 都结了三四个太太 对不对 就像我以前很喜欢 看那个什么 胡雪原传 中国的最大的研商 人家娶十三个老婆呢 但是我只是跟他说 这是你的因缘吧 但是我认为 如果你真爱你的太太 跟你的大太太 好好的对待他 好好的呵护他 我认为爱可以感动一切的 你试试看吧 所以你说他知道当做不知道 他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 但是如果你用你的行动 心态表达出来 那对方会感动的 我刚才讲那个 胡雪原多厉害你知道吗 他后面十二个小老婆 都是他的大老婆 帮他找的 我说爱可以到 这个阶段的 因为找来对他老公 有帮助的 我最大的感动 以前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胡雪原到了八十几岁 被慈禧太后 抄家 因为他生意倒了 最后他抑郁而终 结果他死的时候 然后之前就分了 把他的财产分成十三份 给他的每一位老婆 这个太伟大了 对不对 公平了 结果 等他真的死了 那个最爱他的那个老婆 叫罗氏 我还记得 然后呢 居然在他 浑墓前 殉情而死 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 哇 那个太伟大了 老公死了 他也殉情而死 但是无论 我认为 我讲这个故事 就告诉各位 这种没有污染奉献的爱 你看 帮他老公找小老婆 帮他照顾全家 他欲而终 他永远不舍弃他 所以怀着爱 陪他往生 所以 这真是伟大 而且这个罗氏 他是一个寡妇 他不是一个 他已经过去跟人家结过婚 然后呢 先生死掉 所以他叫罗氏的太太 罗氏是他过去先生的名字 然后他的老公还是继续爱他 这个胡雪岩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世间上 他只是一个世间的故事 都可以表达这种 平等的 无污染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所八幻在界 千万不要站在一个 个人解脱 是放下自己的爱恨分别 然后无分别的 去关怀 去爱众生 就像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素 一般各位有吃肉 那 但是今天呢 我们虽然要吃饭 但是我们不愿意去伤害 任何一只小生命 但是不伤害 那他才是一个个人的解脱 我们要念一下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要把 这种大爱 遍及一切 不是不骂人就好 还要进一步 讲好听的话 对方喜欢听的话 给他听 还要鼓励对方 还要赞叹对方 所以呢 而且还要最后还要讲 能够让对方 离苦得乐 的佛法 让他们 往生极乐世界 让他们往生 妙喜净土 让他们成佛 所以简单的说 大乘的八观灾界 是断除自己的执着 分别 却把自己全然的 奉献给众生 那各位现在可能还没办法 去面对很多众生 但是各位要开始 奉献你的家人 每天都赞叹你老公 好 你很厉害 很贪心 很爱我 你老公这下 不得了了 所以 这个就是一种改变 所以放下自我的情绪 执着 去全然的奉献 接受 哪怕对方对不起你 然后 把所有的痛苦都放下 把所有的不高兴的事情 都接受 什么叫放下 我不去想它 不是那个意思 我全然的接受 你的缺点 你对不起我 我都全然的接受 但是呢 全然的接受 表达一个全然的爱 关怀 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教 应该如此 就像各位 不要自私 我们六载日 应该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河边 去浑木区 去哪里可以奉献爱 那我们这样去做 但是自己呢 却守着 严格的戒律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淫欲 乃至呢 不妄语 不喝酒 不吃肉 不唱歌 看电视 所以 不放逸自己 但是却 全全然的 去帮助我们的社会 乃至整个法界 所以前面有六张桌子 念一下 回向天道有情 回向阿修罗道有情 回向所有人类有情 快乐自在 升天升净土 回向伤恶道众生 离苦得乐 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同城佛道 我想天底下的事 真的很烦恼 为了事业 为了家庭 为了身体 为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你就会觉得 很烦恼 很痛苦 放不下 很生气 很灰心 各位要永远记住 既然你今天要守 包括这些 昨天被欺负 昨天被骂 明天可能要被斩头 都要放下 所以一个人最大的痛苦 是把痛苦再痛苦 想到别人欺负我 然后再痛苦一次 想到别人欺负我 然后再痛苦一次 一直在伤害自己 修行者要达到自在 全然接受 全然去爱 全然接受就是空性的智慧 全然去爱就是大慈大悲 如何圆满地保持这样的状态 那叫菩提心的状态 那各位今天守八观再戒 不是压抑 是全然地放下 因为你守八观再戒 所以今天有个人欠你一百万 说要还你又没还你 那今天你八观再戒 要放下 有还也好 没还也好 放下 而不是明天上午 我再打电话就跟你要战 因为佛陀教我们 学习这种快乐 当你达到一种快乐 你就不要再去找痛苦了 并不是我今天不要恨你 明天恨你 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你就会达到平静 然后你就发现 你的病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守八观再戒 哎哟 我一天不生气 很快乐 所以我永远不再生气 我一天不骂人了 所以我永远就不骂人了 所以 那你内心改变了 你的身心就变化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远离病苦 消除罪障 并不是说你今天守八观再戒 然后今天消罪障了 明天罪障又来 今天你守八观再戒不生病 结果你明天又继续生病 那八观再戒要干嘛 对不对 又不是吸毒品 吸毒可以暂时不要痛 八观再戒是 你抓到了这个要点 身体不造恶业 嘴巴不要讲不好的话 心里不让它再起烦恼了 然后你这样 严格的去守24个钟头 结果严格守24个钟头以后 来念六个字 当下即是永恒 那你永远抓住这个点 就像这边每一个门都锁起来了 你根本出不去 但是你终于找到一个门打开了可以出去 你永远会自然在那边进出 你不用去闯那个关不起来的 所以你今天找到这个要点 找到一个正觉之道 所以你永远就找到了 所以我想我在这边告诉各位 当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 你去爱上你先生太太 就找到了 至于后面她有外遇了 离开你了 她死了 你继续爱她 那就对了 你抓到那个重点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 哎呀 我找到了 我把我的生命心态都交给阿弥陀佛了 念一下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因为我找到了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极乐世界 从我学佛那一天开始 我永远心在极乐了 那我在这个世间 快快乐乐的接受毁谤 随缘做善事 为什么我不离菩提心 然后我准备上品上身了 我不会改变 我读了一篇地藏经以后 我就找到了 我不再杀身偷盗了 我不再邪淫了 我要好好孝顺父母了 所以我以前没有很孝顺 所以我现在 我读了一篇地藏经以后 我永远孝顺我爸爸 我永远孝顺我妈妈 我爸爸打麻将 我爸爸这边做什么坏事 我都说好 这样而已 因为我读了地藏经了 我不会改变了 我不会有条件了 爸爸依然是爸爸 他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我读了地藏经了 我不会改变了 对他永远的孝顺 因为这样我爸爸就改变了 很奇怪 原来改变对方来自于 改变自己去接受对方 他就改变了 请记住我这句话 你的老公打麻将 对不起你 让你抱怨 但是你今天手八万再借了 你全然地放下 全然地接受对方 等你回去以后 你改变了他就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改变 他依然就对你的态度不好 你依然觉得婚姻不幸福 因为你没有改变 所以活法的利益呢 不再说像麻醉品一样 今天有 明天没有 你把八万再借的要点 找到了 就像一个人 一念来自十念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等他哪一天 保持这个正念 然后他一辈子 他当下往生极乐世界 他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生生世世不再轮回 轮回是来行菩萨道 而不是来受苦了 他是怀着愿意来轮回 而不是说 他将来从极乐世界下来 又开始去造恶业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各位抓到这个八万再借 如果你抓到这个意义 你才知道八万再借的功德 永远不堕落三恶道 忠品忠生 保证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你瘦了 你保持这个心态 将来保证成佛 所以各位了解了 所以后面这句话 就有了 倒数第二行 四十四页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秉至前程 你要决心 把这六个念头 放在你心里 所以那这个心理会让 变成永恒了 虽然你没办法做得很好 但是每一次八万再借 你又恢复一百分 但是你已经知道 要保持六念 保持六念你的内心里面 就没有烦恼 而且伟大的愿力都会出来 尽其自已 为第一 念佛 慈悲导师 就像各位现在得癌症 不要排斥他了 癌症就是我生命的这一部分 这是我的夜报 我的心态造成的夜报 也可能我花菩提心了 我用我的身体来承担所有众生的癌症 承担 所以把你的痛苦变成一种承担 就是菩提心 而不是一种排斥 所以你永远跟癌症和平相处 因为癌症是你爱众生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那个癌症就慢慢就不见了 奇迹不见了 因为你用一种全然的爱 接受它 那这个冤心在主 不得不超度 让我们的祖先冤心在主 都上品上升 让我们的世界 随着我们转化 你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 特别今天守八幻灾戒 所以我想这个六念法 并不是今天守 而明天放弃 因为这个六念法 变成你的心态了 所以第一个 念佛 慈悲导师 每一个佛 累劫牺牲生命 为了我们而成佛 乃至不断地来轮回 来救度我们 所以大慈大悲 所以各位 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佛陀的存在 你的生命太平安了 太快乐了 现在什么叫末法呢 诸佛菩萨明明一直 视线在我们的邻居左右 时时刻刻在加持我们 只要你皈依三宝 没有一个佛会舍弃我们 但是偏偏 我们生不起信心 生不起信心 甚至把佛陀当作凡夫 还骂他 那就好可惜 所以我的师父如虚长老 我的师公真华长老 我的法祖和尚绝光长老 我从心里面相信他们是佛陀 所以我内心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平静 就算他们现在都舍爆了 但是我发觉 我这些师父们 包括我前世的师父们 都还在加持我 关心着我 因为他们是佛陀 他们永远不会舍弃我们 大慈大悲 引导了我们 我只要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在做事就好了 各位记住 念佛为什么要念佛 就是不要念自己 不要念我的想法 不要念我的自私 要念佛的心态 要念佛的慈悲 这个叫念佛 佛为我们牺牲生命 为了让我们成佛 牺牲了多少血泪骨髓生命 在我们身上 种下我们今天能够归三宝 能够学佛的因 太慈悲了 所以内心里面 意念的所有的佛陀 第二个念法 那佛陀告诉我们什么 每一个佛要我们 断恶修丧 致敬其意发菩提心 那讲了这么多经典 法语 那各位要意念 我想 你很爱你的儿子 爱得要命 你儿子的每一句话 你都会永远记起来 记住我这句话 所以我的师父虽然舍爆了 但我师父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还记得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就根本不用去记 因为你对你的师父有信心 他每一句话都会盯在你心里面 那你会牢牢记住 改变自己的缺点 你这个人爱生气 你想生气的时候 师父 海涛 不要生气了 马上会有个正念给你的 这个就是 你对你的师父有信心 自然 这个法就融入在你内心 第三 念生 那很多佛菩萨 视线成出家人 视线成菩萨 在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 叫人天福田 我们只要依止善知识 绝对不会堕落三恶道 来告诉我们 如何积福田 如何成佛的方法 第四 念天 归三宝 好好修行 保证升天 我在这边 常告诉别人 这个世间不要享受 这个世间享受是一种浪费 短短一百年 一半的时间在睡觉 还有很多时间要生病 其他的时间在跑贷款 你才剩下一点点时间 那多浪费啊 所以 你只要再利用短短的 一辈子 那 创造未来世的快乐 升天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天上的寿命又长 最短的九百万岁 然后加四倍加四倍 天啊 到第四成天 已经变成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了 何况有二十八成天 所以 你要享受 所有的快乐 那 好好地修行 一日一夜八观灾戒 愿升天 得升天 愿往生净土 得往生净土 所以 这样来归一三宝 持戒布施 长寿安乐 只是我们佛教徒 希望往生 能够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的天 那就是 都算内缘 乃至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 第五 念戒 所以好好的 持戒 什么叫戒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那才叫持戒的意义 以外在的行为 来净化我们的心 所以叫 清净身心 特别我们 大家 行菩萨道 慈悲 是我们的戒律 爱众生 是我们的戒律 保持 无分别的空性 是我们的戒律 为众生而成佛 乃是愿众生 都成佛的菩提心 是我们的戒律 所以持持保持 这样的状态 清净身心 第六 念布施 菩提贫穷 这个世间 需要我们帮助的 太多了 太多了 昨天晚上 我故意走到河边 好多鱼在跳 然后 赶快要找面包啊 所以 不然就撒甘露水啊 然后呢 好兄弟 多布施 咽供给他了 老人愿 孤儿愿 现在很多人 生病没钱 世界各地都有 那各位呢 菩萨道就是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帮助众生 所以无一众生不度 那我们也做不完的事 没有时间烦恼 千万不要为了 自己的事情再烦恼 帮助众生 就是超越自己烦恼 最好的方法 当你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这个烦恼算什么 而且当你有帮助众生的 资良跟功德的时候 那烦恼一下就没有了 这很简单 所以永远不要说 我自己哪里好痛 你的痛变成帮助众生 原来众生这么痛 当你肚子饿的时候 原来众生这么饿 当你吃好东西的时候 愿这个好东西 这个好的味道 都供养布施给众生 你这样过一天的生活 然后让你天天 学习这样过生活 保持六年 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生与口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他人财物 第三 男女之间全断盈喻 这一点观念很重要 世间的盈喻 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像各位结婚了 结婚了 那怎么办 我要所抱怀在戒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你结婚了 今天老公对你很好 但是呢 你把这个当作一个 对老公好的方法 而不是你的欲望 那你就快乐 你千万不要耿耿于怀 哎呀怎么办 我这要解脱呢 我还要陪老公睡觉 我要解脱呢 那大乘佛教是慈悲哟 你自己没有欲望 你自己没有一种 想要去占有 追求什么 但是呢 你却能够 体贴对方的需要 他需要你跟他讲讲爱的话 他需要你跟他讲讲 牵牵他的手 抱抱他 那你就很自然去做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你抱你的儿子 抱你的女儿 你一点都没有欲望 因为你只想安慰他 你只想让他 不要哭了 很自在 很幸福 那多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 你抱一只狗 你爱他 可以 所以 那佛教也要我们 这个断除 全断淫欲 那是不要 当然有这种 男女的性冲动 但是八观再见 你还是要守好 今天过过这个生活 哪一天你会觉得 没有欲望的爱 没有污染的爱 那是很快乐 所以对每个人都一样 对每个人 对每个众生 都一样 来自第八 离非时时 我们中午吃完 晚上就不吃饭了 晚上保持饿饿的 可以消夜账 可以少欲望 而且可以让恶鬼道不吐火 今一步我们晚上 要多事实 做焉供 所以由是身口一三叶到清静 成为出离世间 往生净土之阵因 各位记住 世间 这个两个字叫苦 世间叫苦 有结婚 有家庭 有财产 世间变化无常 你不得不苦 所以那你学活了 不是叫我们不要这个世间 而是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 被设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 无常苦空无我的 这个世间我们唯一要做的是 无污染的慈悲 这样就好了 慈悲是没有执着的 但是呢 却全然接受对方的缺点的 接受对方的变化的 那天有一位小姐说 她要结婚了 然后她就问我 师父 如何婚姻快乐 我说你要听真的 还听假的呢 她说 当然听真的啊 那你既然爱你的先生 那万一哪一天 他不爱你的 你继续爱他就好了 万一哪一天 他有外遇了 那你就统统爱就好了 万一哪一天 他喜欢赌博 骂你 那你就当做 消业这样加持就好了 因为 你要得到一个 永恒的快乐 不在于改变对方 而在于 念一下 接受对方 这就对了 不要因为对方的不好 而伤害了你圆满的心态 各位记住这句话 这个世间 本来就不圆满 这个地球 这个马来西亚 圆满吗 不圆满 但是世间的不圆满 这是正常的 无常苦空无我的 但是我内心 接受 涅槃极尽 全然的接受 全然的爱 记住这个道理 不要去改变对方 所以你的儿子 甚至有一点不能走路 甚至有一点弱智 没有问题 你好好爱他就好 但是如果你加上面子 他怎么会变这样 晚上偷偷哭 对你没有意义 一直在伤害你 所以我想各位 能哭能笑 没有问题 所以因为 别人的小孩早就跑掉了 但是呢 你这个小孩 永远接受你的爱 永远需要你 他甚至一辈子不结婚的 跟你在一起 你只管爱对方就好 不要有分别性 所以学习佛法 所谓出世间 不是改变这个世间 是进化这个世间 你心清静了 你接受一切了 你毫无条件的去付出了 那就好了 所以那你就种下了 这个正因 你将来知道方法了 成佛不成佛 可以当下成佛 也可以永远不成佛 看你能不能用佛的心 去面对一切 佛的心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以空性做基本 而大慈大悲 善巧方便 那你永远保持这样就好了 那你不是当下就是佛了吗 因为你用佛的心在做事 但是你接受这个凡夫的身体 就像你已经成佛了 你还是凡夫的身体 要吃饭 要上 要生病 要上厕所的 怕冷 怕热的 这很正常 但是你用佛的心在做事情 那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故意去修苦行 故意让自己身体受苦 看能不能心里保持平静跟慈悲 今天八幻再解 就是希望各位了解这个世间 就像了解你的先生太太 了解政治 了解这些老板 职员 特别各位在马来西亚 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 有华人 有各种的人 但是每一种人 都有人的优点跟缺点 但是我们接受他的缺点 弥补他的缺点 学习他的优点 那你就不会被他卡住了 这个叫出事正因 解脱根本 你没有分别的爱 那你当下就解脱了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那你能够记一两句话也好 放在心里 让你成为一个不倒翁 所以我从小 我爸爸就送我一个不倒翁 他就告诉我 让别人倒不倒你 那我爸爸给我的观念是 考试第一名 读书第一名 很有钱 做一个皇帝 别人就倒不倒你 我那个时候心里 我觉得我爸爸 跟我这样讲了 并不是很正确 我心里讲的 反正我考最后一名 反正我生病 反正我很贫穷 我还是很快乐 这个叫不倒翁 反正别人伤害我 我都可以接受 这个叫不倒翁 所以我自己的体悟是这样 所以不倒翁不是得到什么 而是接受什么 接受一起 所以这个叫无我 只有你伤害我 我继续爱你 所以我很喜欢得列萨修女 他说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 我依然爱你 佛陀也是这么说 每一个伟人都这么说 所以我刚从印度回来 我一直去体悟印度甘地 哎呦好伟大 当别人用枪杀死他的时候 他不是恨对方 他讲的是神啊 我要来了 我要到你的地方去了 所以他不是用暴力 所以他是用一种柔软的行动 希望印度更好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了 那我们要把佛法用在现今的社会上 现今的社会上叫我们怎么去做 那各位了解了 那你应该按照这样去做 跟你的离婚的老公聚会聚会 吃个饭也好 表达爱他 关心他 虽然离婚了 缘分还在啊 对不对 因为你学佛了嘛 我永远关心你嘛 就这样而已嘛 让对方得到一个快乐哪里不好啊 所以快乐来自于给别人一种快乐 给别人一种祝福 这样就好了 不然你很痛苦 你很痛苦 你怎么给别人快乐 讲这句话 对不对 你内心已经没有痛苦了 是像一个没有毒的花 没有毒的水 给人喝 人家都喜欢喝 千万不要要求对方对你好 你才要对他好 对方忠于你才要忠于对方 对方给你钱赚 你才会快乐 那你像乞丐一样 永远不会快乐 因为你的快乐是来自于 别人给你你才会快乐 真正的菩萨是什么 来 我给别人 我奉献给众生 所以你快乐 无所求的奉献 那希望大家有这种心态 那各位活在马来西亚 像我回到马来西亚是来忏悔的 我过去是一定投胎做马来西亚人 搞不好做英国人来这边 什么样的占有人家的土地 搜刮人家的财产 还派人家去杀人 对不对 不听话就砍掉砍掉 所以一定做过这种英国人 也做过外来民主 来欺负原住民 都有可能 也做过人去杀掉那些动物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到每一片土地去 就去忏悔 然后呢 去消业障 然之有魔王鬼王找我 我也跟他忏悔 供养他 每个人都怀了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讲了那么多 我也是要向各位忏悔 各位一定做过我的妈妈 爸爸亲人 我们过去都对不起各位 但现在我懂一点点佛法了 然后我应该发这个愿 承担所有人身心的痛苦 但是却把佛法的快乐 无所求地供养给对方 你要发这样的心 你要这样想 所以别人的痛苦 造了所有的恶业伤害 都不要恨 接受 全然接受 承担他的苦 但是我们不是快乐给对方 那这就是大乘的八观哉戒 用这样的无污染 充满爱 这就是佛陀的心 所以各位今天六载日 十载日 念大师至菩萨 承担众生 消除三恶道苦 念如舌纳佛 圆满功德 承佛普度众生 以这样的心态 过一天一夜 过一辈子 过敬畏来记得生活 好不好 那够了 那一年受一次就OK了 你就用一年吧 然后呢就用一辈子吧 然后这样你就 不倒瘟了 所向无敌充满爱了 内观自在 外观是阴 一切得自在 无爱 心无怪 却充满爱 去关心众生 去得阿尿多罗三秒 双菩提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身为华人 天天做供养 要想到所有的印度人 所有的马来人 好不好啊 由我们的国家 到其他国家 由人类到其他众生 我们为 所有九法界众生 在供养佛的法界 所以这样来圆满善供下施 期望各位 天天在家里 都这样子善供 礼拜 下施 每天我们都 离敬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就这样修 到最后普接回向 每天都在如此 然后呢 既然你会拜佛 那你就要尊敬别人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只要你用佛性 去尊敬对方 对方就会开发佛性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他圆满了佛性 跟功德 他以这个圆满的佛性功德 展现 供养给对方 对方也会想要成佛的 因为众生都在无明黑暗 痛苦轮回 佛陀展现的是 智慧慈悲的净土 没有一个众生 不想要去净土 没有一个众生 不想要向好庄严 所以各位 后面这一尊 本师释迦牟尼佛 看起来 庄不庄严啊 内外庄严 身口意庄严 向好庄严 功德具足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大利 聚集一切圆满的功德 奉献给我们 就像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那个男生 她会把最贵的 都穿在她身上的 然后呢 就是要对方看到她的美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 佛陀也一样 那么每一个祖师 都是这样 展现她圆满的功德 供养给我们 就像阿弥陀佛 展现她的极乐世界 供养给我们 用我们去享受她的快乐 从今天开始 都把最快乐的 供养对方 好不好啊 对方骂你 骗你怎么办 没关系 我来接受你的业 我来承担你的苦 不要怪对方 我们只想要 承担对方的苦 然后令对方快乐 用这样子的慈悲智慧 对方一定被你感动 杀人魔王 央劫摩罗 杀这么多人 但是他就杀不到佛陀 因为佛陀用慈悲 接受他 结果 央劫摩罗就放下 屠刀利利成佛了 改变了 所以佛陀绝对不是用武力伤害他 就像提波达多一直害佛陀 但是佛陀永远把他当作独生子的去探望他 去爱他 这样而已 所以希望杨洁摩罗健康起来 虽然他健康还要继续害佛陀 但是佛陀就继续害他 这样就好了 虽然杨洁摩罗必须享受他的夜报下地狱 但是佛陀想尽办法超度他 接近他 爱护他 感动他 所以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各位 希望永远用最好的去供养对方 好不好 最好的 做老婆煮菜好吃一点 讲话 讲好听一点 穿衣服穿得得当一点 就要让你的老公觉得很好 做老公的也是把最好的都奉献给老婆 所以不要有私房钱 都给他 把钱都交给他 把所有的都供养你太太 就像做父母的 他自自然的把所有最好的都供养给儿女 同样的 我们学佛的把我们最好的都 念一下 供养众生 供养法界 因为你以供佛的方法去供养法界 供养众生 世界就变净土 众生就可以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累劫累是为我们奉献生命 所做的功德 供养我们 要我们念他的佛号 念他的经 念他的咒 礼拜他的形象 得到他所有的功德 那这个就是一个佛教徒 应该有的心态 不要嫌弃对方 永远 永远去供养 爱护对方 离其护法善神 特别各位在马来西亚 有这么多印度庙 有这么多回教教堂 天主基督教 道教 有这么多寺庙 但是 每一种宗教都有他的神明 但是各位呢 永远记住 佛法是超越宗教的宗教 佛法是叫我们去爱所有的宗教 乃至所有的宗教徒 希望他们快乐自在 将来就近圆满 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们佛法是最圆满的 内心有一点骄傲 甚至看不起对方 那你就不懂佛法了 佛法是万法的本体 都是佛 所以任何一个神 都有佛性 任何一个宗教的本体 都是空性 没有分别的 要没有分别的 去爱护所有宗教 甚至所有宗教的神明 因为宗教的神明 爱护他的信徒 他的信徒啊 得到这个神明的加持 所以如果这个神明 也能够充满了 我们供养他功德啊 我们尊敬他 然后他也会圆满他的佛性的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啊 你越尊敬对方 越赞叹对方 对方就越容易达到圆满 所以我们有圆满的心 来看待一切 所以这样来 齐请所有护法善神 包括你家里的地基主啊 这边的土地公啊 拿渡公啊 大背公啊 好兄弟公 很多很多都叫公 所以都是尊敬的意思 所以希望他们圆满 凡是碰到一点点痛苦 只要怪自己 不要怪别人 好不好啊 这样你内心就会很平静 然后只会更精进而已 不要保留自己什么 完全的奉献给对方 不要抱怨 完全的去接受爱对方 不管他是你的工人 他是你的老板 他是你的国家 包括你的身体 我们都全然的接受 但是呢 只怪自己 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发愿 但是忏悔完以后 你就放下吧 不要每天在想 哎呀 我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那你反而浪费 因为你已经决心不再犯了 你忏悔过了 现在就积极的 行动 去弥补 所以过去你自私 那你忏悔过了 你现在就不要自私 天天去帮助众生就好了 不要一直关在家里 一直拜 这个体力拿来替老人洗澡 多好 所以你可以积极的去帮助别人 不要为了自己的业 不断的在忏悔 如果你真的要忏悔 是带所有众生忏悔 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 而为他们忏悔 而不是为自己的 什么空性 为了自己的 什么功德 为了自己的圆满家行 在忏悔 这样呢 你永远都是自私的 永远都不是大乘佛教 就算你得到了 所有的家行都做好了 又怎么样呢 你不是多了一个 自私骄傲的人而已 这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有时候我很佩服女人 一个女人为了先生 帮她生这么多小孩 帮她传宗接代 帮她照顾家庭 牺牲奉献 所以这有时候太伟大了 所以现在佛经都说 这个末法十几 女人升天 男人下地狱 男人都不做事的 喊来喊去而已 有点小钱就很骄傲 然后有点小钱 外面都搞小餐 不做好事的 反而女人有惭愧心 生命苦 努力修行 努力忏悔 照顾全家 广修功德 末法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每天忏悔 那就不要怪别人 吸收别人的所有的恶业 我们只管爱对方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监狱这些人 人家说做了坏事 但是我们去爱他 他就会改 用爱感动对方 他就会想要做好事 所以佛陀永远用慈悲 以智慧感动我们 佛陀不谴责我们 所以自然我们就被他感动 愿意去改变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丁峰医医师 实施在家里 如果有COVID-19的更正病患 恰重病患 一人一万价里 不可以共用洗粉串 多数病患都是亲近的 只要休息 喝点水 几天之后就可以回复 若准出现以后的政宗 恰马上联络一一九 为生局 亦是一九二二 照顾患者 恰夹好脆眼和手朵 是上穿着香手和困境 而且患者和照顾的人 不可以跟家里以外的人接触 请确保处来的空气流通 如果一定要公家用房间 洗粉串 在每一次使用之后 也要消毒过 照顾的人 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照顾之后 应该对同我一次的 跟平凡接触开始 在家里14天 就这么会 然后掌握 就有个人 不要关系 会不会 像我们的 人员 在家里14天 他几天 也就是说 就一体 又称日天子 又称日天子 曝光天子等名 日天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 佛教说祂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祂住在太阳中 太阳里有祂的宫殿 称为日宫 祂在一年之中 循环于须弥山中腹 遍照四天下及四大洲的摆昼 祂与守护黑夜的月天对应 也由四天王管辖 十月天 月天又称月公天子 原是古印度崇拜的月神 佛经说祂是大师至菩萨的化身 大师至亦为宝吉祥 月天既为大师至菩萨化身 所以又得名宝吉祥天 月天住在月公中 祂的身边也有许多美丽的天女佩侍 据说祂有五百岁的寿命 关于月天的形象 印度和中国所传各不相同 它在印度为男性形象 佛教传入中国后 由于中国文化中也有月神崇拜 而中国的月神又被阴阳学视为阴性 这样印度的月神 受中国月神信仰的影响也女性化了 并且还吸收了中国月神的形象特征 它的形象通常为美貌后飞装束 头冠中坎满月 月中献兔形 十一 金刚秘基历世 金刚秘基历世 以知晓如来一切秘密事迹而得名 经光明经记载 他是大鬼神王 与五百岁差 缘都是大菩萨 为护持众生 保护佛法 他们才屈尊做了佛教的护法神 他行动十分敏捷 在佛教护法神中 以节己著称 他常侍卫在佛陀身边 得到佛陀信任 佛陀常把一切秘密要事 委托于他 佛寺常把他供奉于寺院三门殿内 其形象较为特殊 一般为红色脸堂 怒气冲天 全身肌肉股胀 静剑刚强 明代以前 佛寺都只共一尊密集金刚 明代风神演义问世后 书中虚构的亨哈二将 取代了密集金刚 摩西守罗天又名大自在天 是印度教重奉的主神 佛教收入摩西守罗天后 把他奉为实地菩萨 故他的朔相也为菩萨形象 头戴宝冠 身着菩萨装 骑白牛 八臂三目 手持福子 灵 楚 举尺 地下常略去白牛 大自在天 主要为密宗宠奉 密教把他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 他的诸种形象 也主要出现于密宗寺院里 十三 散之大将 又称密神 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夜叉神 为北方菩萨门天 手下八大神将之一 他统领二十八部天众 经常巡行时间 赏善罚恶 有人说他是鬼子母的二儿子 但多数认为他是鬼子母的丈夫 他的形象为金刚模样 面为红色 满脸怒气 手持祥魔楚 满脸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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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脸怒气